徐海洋是小组第五 获得了赛季最好成绩 来看一下上海选手宋家元 在女子牵球的这次投资的表现 演传步加速 出手 漂亮 这一下过了19米 比上一次投资还要出色 每一次投资都比上一次的状态更好 更出色 出手就有 这次出手之后呢 他有着这种感觉 因为动作呢非常的连贯 今天状态也好 19米66 这一支能确保他排名第一 特别选手张霖茹 现在排在第三位 上一支呢 接近18米 看在女子牵球这个项目当中 张霖茹 能不能让他的排名继续向前 这还是一个 18米左右的成绩 出手之后 他的 自己的面部表情 看上去对这一次投资呢 也是 不是特别的满意 因为按照他的能力和平时这种训练的状态来看的话 还能够比现在有着更好的发挥 还是自己的第一次投资的成绩更好 高阳来自江苏 看一下他的第二次投资 他也是这个滑步技术 出手 这次的状态不错 18米左右 排排量起 白起 有效成绩 自己的这个身体躯干带动自己的手臂 来看一下他的这一次的成绩 17米73 当然还是第一投 成绩更好 来看一下拱立娇的表现 18米99 刚才宋佳元的那次投资 已经让他的排名滑落到第二位 看他这一支怎么样 出手 漂亮 也过了19米 两人的竞争 从此开始 可能第一次投资 还都在这个热身的状态里面 奥运冠军的技术 还是非常过硬的 从准备到滑步 再到出手 所有动作衔接做的都非常出色 19米58 已经接近20米 好的 我们继续回到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来关注 今天晚上第二竞赛单元的比赛 刚才拱立娇又是完成一次投资 这一支接近20米 真的是一致比一致好 一次比一次成绩更加的出色 他在东京奥运会上 最好成绩其实是他已经确定金牌之后做出的 那样的表现 这次19米83 再次提升 在资格赛当中的成绩 看一下合比队的张玲如 张玲如出手 这下也接近19米 来看看张玲如这次投资的成绩 18米37 成绩来到了第三名 上海选手宋佳元 宋佳元曾经一度排名第一 他是旋转的头发 加速出手 漂亮 这次投资状态出来了 宋佳元曾经一度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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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是自己最大速度 自己最舒适的出手角度 而且出手之后 他非常期待这一次投资的成绩 19米76 来看一下孔力娇 看看能不能超过20米 打步出手 状态不错 比刚才宋佳元那次投资要远 应该也超越了自己的上一次投资 宋佳元曾经一度排名第二 宋佳元现在排名第二 孔力娇这次投资应该能够确保自己 在女子千球决赛当中的领先位置 19米88 再次提升成绩 女子一万米的比赛也是在 今年全运会田径项目当中 比较早开始决赛的一个单向的争夺 我们再来看一下女子千球赛场 这是上海选手宋佳元 现在排名第二位 她能否在决赛当中 去赶超她国家队的师姐孔力娇 看这一次投资旋转出手 超过了19米 但是应该是不到20米的表现 距离拱力娇的前面几次投资呢 还有一定的距离 这次投资19米01 还是她的第四次投资成绩最好 19米76 下面是龚力娇的表现 首先投出过19米88 看龚力娇这一次 划布出手 动作非常的漂亮 这次投资感觉不如 她的第三支和第四支 第五次投资呢 这下算是比较稳定的一个发挥 19米45 但是她前三次投资呢 都是19米5以上的表现 看一下宋佳元 宋佳元的最后一次投资 选转出手 看这一次超过了19米 但是想要破20米大关的话 难度还是不小的 排名呢 也是稳定在第二位 其实宋佳元的能力 是没问题的 他还需要时间 去修正自己的动作 让自己的动作更加的高效 19米23 第四次投资 19米76 那现在宋佳元已经确保了这枚金牌 那么来看一下她的第六次投资 东京奥运会上 她第六次投资 非常的出色 看拳运会上的表现 出手 漂亮 孔立娇这次投资 接近20米 奥运会回来之后呢 孔立娇继续延续自己的良好状态 每次投资呢 现在都在19米5以上 还是第四次投资的成绩最好 19米88 虽然说没有突破20米大关 但是这样的成绩 足够确保她 获得这枚金牌 拿下冠军 她也延续了 河北女子牵球的这种传统 的优势 孔立娇获得了最终